在万众期待中,新冠疫苗终于研制成功。 今天从武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, 由军事科学院、军事医学研究院、 程维院士领衔科研团队, 经过50多天的连续奋战和极致攻关, 终于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。 16号20时18分, 重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启动临床试验。 这里是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注册审评会的现场。 昨天下午2点,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军事科学院、军事医学研究院、 程维研究员在这里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答辩后, 他们团队所研制的新冠疫苗顺利获批并启动进入临床试验。 自1月26号抵达武汉以来, 程维院士团队联合地方优势企业, 在埃博拉疫苗成功研发的经验基础上, 争分夺秒开展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 药学、药效学、药理、毒理等研究, 快速完成了新冠疫苗设计, 重组毒种构建和GMP条件下生产制备, 以及第三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评价和质量复合。 我们按照国际的规范, 按照国内的法规, 已经做了它的安全、有效、质量可控、 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的准备工作。 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展正式临床的所有准备。 昨天晚上, 程维院士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,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。 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地球村, 我们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时代。 疫苗就是终结新冠疫情的一个最有力的科技武器。 我们这个武器如果由中国率先研制出来, 由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, 由自主研制出来, 我觉得体现了我们不但体现我们中国科技的进步, 也体现了我们的大国形象。 感谢观看。